有一个核能的发展趋势 而且从他的整个介绍里来看 就是说这个剧烈的变化已经加速 但是这不是从3.1之后的事情就开始 我补充介绍一下其实 班冬·史丹德先生的资历非常丰富 我们今天提供的资料里面也有他的简历 他其实包括他早期1997年 得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另类诺贝尔的奖 叫做YW World 它其实特别提到的是关于布的一个危险性 所以他3.1之后 他也非常关心这个用过的核能量方的问题 只是说今天时间有限 他并没有提到那一部分 可是他今天提到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在前两年提到他整个非常精彩的 那他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世界以及台湾的整个能源的趋势 还有结构还有产业该怎么去调整 这可能说不定等一下各位可以再继续提出问题 可以请这个Michael先生再来做一下补充 那非常谢谢Michael先生的很精彩的报告 那之后呢我们也有三位的这个专家来跟我们做一下分享 他提出了他们的问题 那可能可以对这个Michael的东西提出一些评价 提出他的一些意见 那因为那个杨大哥有事情叫先走 所以我们先请介绍第一位 是杨先生 那可能对他都非常熟悉 他是我们资深的法导记者 也是一个政治评论员 但是他的专业更早期的话 他其实在公共卫生领域 其实是非常专注的 那我印象最深刻是他主持一个宝博节目 叫做台湾吉洛英 那那个吉洛英讲的是极小而微弱的声音 有时候从长极小而微弱的声音常常带给大家巨大的反省跟思考的可能 所以他永远会提供我们一些心 而不一样角度的思考 今天好像他又带来一些意识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先请杨建宏来跟我们报告 其他两位的专家吗 请坐下来跟我们报告 谢谢 报告教堂 在报告教堂上的同时 我们先开始 佳神列宗 第一当然非常非常谢谢第二次 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安排这么好的一个演讲 我刚刚聆听这个Michael Schreiber他的这个演讲 看到了一些数据的确是现在最新的这些数据 也是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头 尝试想要更亘奋的这些数据 所以非常非常谢谢 买富兴的他这样子的对我们的帮助 因为事实上从胡岛事件之后 他刚刚看到的是整个更广面的发展 用更大的数据去看这件事情 可是我最近其实非常注意 从胡岛以后 我一直在注意核能工业界内部道理 我今天要讲的是核能工业界 他们也有新的一堆一群人 也叫做缓和 他们也有缓和人士出现 那他的缓和方法 他们的缓和方法跟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 那我今天因为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美国 而且特别是美国方面的核能工业最核心技术的 那我就很简单 说他们现在的策略 这里头所有主张不见得是我的主张 不只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机会 刚好有Michael跟我们介绍了这个整个大面 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目前在核能工业界里头 他们内部 特别是在研究机构里头 他们怎么理解 他们大致上我用一个简单结论 就是他们希望用土能源代替用能源 但是他还是在核能的这个状况底下 刚刚他提供的数字 跟我所知道的数字 其实有一些接近的地方 事实上这些核工业内部的这些缓和能源 他们也认为说 目前的核能的发电 以用能源为主的核能发电 毕竟在安全的问题 以及核扩散 也就是刚刚Shider 这一次没有办法跟我们谈到 Pertone的问题上 的确是没有办法解决 问题很大 然后当然他的核汇料很难解决 Waste Cost 继续增加 这个刚刚我们就是回应一下 Shider博士我们所得到的 他在SUS的费率上面 完全没希望 这一点也是他们的结论 那他们的数据大致上有一些小小落差 但是差不多 他们是认为差不多13% 刚刚Shider博士讲的是11% 就是占全世界的 Lutricity 那其他是占整个 Wall Energy 这一边大概是3% 差不多 他们的数据都差不多 那如果说要做这个 Green House Effect Reduction 他也只有3% 顶多 这也就是已经给他宽算了 那在日本大概到2030年 大概就到0了 那法国的情况会简单 那事实上 Noni在Germany 在Sredin 在Sredin 在Belgian 在意大利 都是这样 所以事实上 美国这些专家 事实上也是说 那怎么可能用Nucle Energy 可以来继续支撑这个 我们的 是说永续的能源 不太可能 所以呢 他们目前 开始自己内部 在进行的就是说 过去的能源 是指上面那个 从幼能源 去发展的能源 他们现在提出来 一个土能源 就是Polin90 要取代幼90 这个方法 那这个他们提出 这样一个资料 那他的基本的结构是 土能源跟幼能源 不一样的地方是 又是会有连锁反应的 所以你中间要插入这个棒 去吸收他的宗旨 可是土能源 你必须用加速去打宗旨进去 以后得到 他的能源是两次Beta衰变以后得到 我就提供一点资料给大家 所以他的所产生核汇会不一样 那大体上他对他们两种核汇的 产生是过去的这一个 他差不多可以到 两万多年的时间 这个Pitabinon Uranium 这个核汇 所以我们不能接受 那他们现在预计的Tolin 我们的这个差不多在一百年的时候 就衰变到Metcher 用的这个Oil 有这个水准以下 所以他们有把这些资料拿出来做比较 就不一样的对乳汇料的危险性 那另外就是他们的估计 Tolin本身 6公斤的Tolin的能量 大概就等于300公斤的 用能源的能产生的化电 那其他他有一些比较 那另外就是说 那Tolin到底有多少 那Tolin到底有多少 那会不会跟又一样也很珍贵 那都掌握在其他国家 那这个是我初次拿到的资料 大概目前全世界已经调查出来 有261万顿的资料 那存在国家以澳洲最多 那美国 土耳其 印度 还有委内瑞拉这些国家都有 那台湾也 台湾据说是在独居史里头 加上豐富的Tolin 这样的产量 那如果真正去 专家的预估是到了500万 左右500万顿 500万顿 那能用多久呢 他们现在推估大概可以用1万顿 不过我跟这些美国专家在谈的时候 他们强调的结论其实跟资料的结论一样 他们并没有说要用这来取代 又的机械和工业 不是这个意思 是告诉大家说 又的时代应该结束 然后取代一个中间的Tolin的东西来取代它 如果有这些国家需要的话 renewable energy 才是档案 还是要回到风力 要回到太阳能 地热这些 这个才是档案 那这中间 我们现在不是有个为难吗 说那要取代过去 又有价格问题 又有这些问题 又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好像要去忍耐 又作为核酷电能源这东西 这些专家说 No 你不需要这样做 他们说在土能源在三到五年之内 会有很清楚的答案出来 完全保佑能源作为基础的核电厂 全部赶出这件事情 他们这样说 能不能做到等一下 或许那个 因为我知道史埃里对这部分也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他也会给大家做一点讨论 那这个土能源并不是一个新技术 它是在1954年的时候 在埃子就已经有这个 2.5MW的电厂出来 那当年在1954年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采取了硫能源 不采取土能源 它比较安全 当时候就是所有国家 想借着核能发电 去获取 他们想要有区联的 这个土能源的发展 没有土土区特区的的流产点 运营 牛的分裂 到最后是粉 dance 它们 所以这个还是 跟这个人类社会里 exhib 希望战争 还是希望和平 也其实有关的 这个差别 исп的 是有它的基础 那这个是日本现在已经对于 Polym React他们自己的设计 日本已经开始进行这步 特别是湖岛之后 日本有相当的技术在处理这样的问题 那当然Polym的Energy有一些讨论 其实是这个是2009 2009年也就是在湖岛之前 其实已经开始有这样讨论 它有一些讨论的会议 其实是进行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这些是可以被查到的 那最近几年 比较重要的Polym Energy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大概是2010年实验的时候 在林根有一场比较重要 那纽约这个是在2011年 那2012年刚举行结束在上海 上海有一个这样的讨论会 他们参与这个部分 那日本 日本目前是叮当核电厂 正在做有关Tolym方面的 这个 这是日本的Sainland UK Sainland UK这个日本经济新闻 这是2012年8月 今年8月 报告 那这日文就是Tolym Tolym Genpass 这是Tolym的研发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正在发生 那我就说以上资讯 其实Fermilab的GPA 它是提供的 我也顺便给大家这个资讯 那我简单讲就是说 的确全世界正在能源这个问题上 我们走在一个新的 新的温水岭 这个新的温水岭 这个温水岭的确就是 根据在Sainland博士刚所提供的这些资料 那这些资料 对于缓和的人士 那你听很高兴 你的时代怪家 Days are numbers 你这个 我们缓和缓了这么多年 终于看到你结束的日子 但是我们也要理解到说 核工业内部 它们到底产生什么变化 那Tolym是一个他们的解脱 一个解脱的方法 那我们要注意到 对不起 我们其实Tolym是不是一个可以 购买的东西 还没有经过这些 而这一点是 我们在这时候 可是我们要理解 这是一个方向 正在进行中 那在核工业界里头 希望把Euranium 取代要变Tolym的人 其实在renewable energy方面 也是support 就是说它变成是这样一个 新的形式正在进行 所以我想 我们这么多年 担心我们的能源政策 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 谢谢大家